冰层下面好像动着一只巨大的爪子 科考队正盘算着如何将它取出来 但他们不知道 这将让他们面临猎饼之灾 一辆雪地车正行驶在南极广袤的大地上 突然地上出现一道猎风 雪地车直直塞了下去 打开车灯一看 冰凤深处竟然藏着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专家估算 这艘飞船在这里已经至少十万年之久 冰层下的怪影 很可能是飞船里逃出来的外星人 科考队直接将整个冰块取了下来 运回了实验室 小美是古生物学家 负责研究这个外星人 当晚科考队员们在歌在舞庆祝这一伟大的发现 而此时冰块正在融化 突然 小黑吓得赶紧不去报警 众人不幸还嘲笑小黑 但当他们看到冰块时 都哑口无言啊 由于不确定怪物是否具有攻击性 他们组队分头寻找 忽然 怪物拿下手杀 众人听到呼救全都聚了过来 他们用手枪攻击怪物 但收效甚微 这时有人朝怪物下面扔了两个汽油桶 然后打燃一根火折子扔了过去 不一份 烧烤外星人就做好了 小美在怪物卫里发现了 附定底头用的合金加固板 但这应该是在身体里的呀 为什么会跑到外面来 显然很不合常理 随后 小美从怪物的血液里发现了惊人的阴雾 只见怪物的细胞正在不停吞噬人类细胞 然后复制生成新的细胞 由此得出结论 小美又在洗手间里发现了地上的几颗牙齿偏充 还有沾满血的预防 激紧的小美立马察觉基地已经有人被复制 而此时直升机正要送受伤的队员去医院 如果让这种怪物逃出去 后果不堪设计 于是小美赶紧跑出去 照回已经起飞的直升机 然而已经晚了 小美正在找车钥匙 突然身后的女人变异了 小美吓得夺落 不知所以的队友里不够 大胡子背着火焰喷射器 对着怪物就是一阵猛喷 很快怪物就不动了 原来这个怪物复制了人体以后 会悄悄潜伏在体内 等到有人落单的时候就会发动袭击 所以怪物很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为了找出谁是复制人 他们打算测试每个人的血液 这是最有效 也是最简便的方法 就在众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风雪里走来两个人影 仔细一看 原来是直升机的飞行员 众人一下紧张了 因为常人不可能在坠机中幸存的 他们极大可能就是复制人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决定将两人先关起来 等做完检测就有结果了 然而刚把两人锁好 实验室就发生了大火 很显然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这下完了 所有的仪器都毁了 查写是不可能了 必须另想办法分辨复制人 小美想到了发现的补牙填充物 对啊 他们不会复制无机物 那么谁牙齿里有填充物 谁就一定不是复制人 他们一一排除 剩下四个没有填充物的站在一边 怪物必定在他们其中 正当他们盘问之时 有人报信队友被飞行员袭击了 爱德华一口咬定飞行员才是怪物 他们不是 但此时不能相信任何人 两边发生激烈的争承 队友传来一阵破窗声 众人顿时安静 他们赶紧去查看 见对方都有武器 瞬间剑拔弩张 小黑直接开枪打倒了皮特 燃料罐被击穿 燃料被火焰引燃顿时发生爆炸 一名队员不幸被炸伤 正当他们把他扶起来时 队友手臂毫无征兆的脱落变成怪物 然而在这关键的时刻 喷火器却卡住 怪物从肚子里伸出一只触手 当场拿下三杀 随即怪物完全变身 直接同化了一名队友 小美正好修好喷火器 但怪物也刚好逃走 他们只好拿着喷火器去追 狭窄的通道里 突然窜出来一只触手 卡特一斧子将它砍成两半 但随即怪物就分成两只逃开 然后又从新组合在了一起 恢复了原状 看来普通的物理攻击对这种怪物根本没有效 还是火焰喷射器是永远的事 两人来到档案室 怪物突然窜出直追卡特而来 惊慌中卡特逃进了厨房 拿起一把菜刀就退到了墙根 怪物怒吼一声 一步一步逼近 此时小美趁怪物被吸引 直接在一旁打开了火焰喷射器 怪物吃痛 疯了一样向前撞去 卡特爬上架子躲开 怪物直接撞到了室外 慢慢不动了 两人刚想松一口气 突然旁边一辆车子静止驶向了黑暗 很明显是复制人想趁机逃离 而逃离的方向正是地下飞船 两人装上汽油 带上手雷 开车直接追了上去 很快来到飞船这里 果然 飞船好像正在启动 地面翻板一块一块打开 小美动作稍慢 没能抓住最后一块翻板 静止掉落了下去 卡特只好进入飞船寻找 而掉落的小美并没有死 他发现周围各种不知名的设备已经在运转 小美慢慢向前探索 殊不知怪物正在他身后 一掌打倒小美 然后慢慢向他靠近 小美顺势逃进一个狭小的通道 还好怪物体型太大追不进来 怪物此时伸出触须 使劲往里摸索 只差一点就要碰到了 然而就是摸不到 怪物只能收回触须 小美的守卫掉在了通道里 正好在怪物的攻击范围之内 要过去捡就要冒很大的风险 小美慢慢往守卫边上蹭 紧张的大气也不敢出 关键时刻小美也不滚 顺利爬过去拿到手里 怪物一把将小美拖出了通道 然后大嘴一张 就要吃掉 小美拉开拉环 转身直接丢进了怪物的血管大腿 此时凯特也赶过来 两人迅速逃开 怪物顿势变成了渣渣 外星飞船也随之熄火 最终两人逃了出来 卡特将火焰喷射器放到车里 然后坐上了驾驶位 而小美借口说 要把火焰喷射器放到后边去 然后自己背了起来 指着卡特 原来小美第一次见卡特时 她耳朵上是有耳环的 而现在的卡特没有耳环 很明显这个卡特不是人 最终科考战除了小美之外 没有人幸福 不得不说女人的心是真的心 所以千万不要欺骗女人 我是蜜瓜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